官金星退場的第一天 我們自立自強了 大盤在今天上漲了124點 好 量能出來了 外資在今天推了一把 但是投信在今天 還在出現整體的調節 外資不僅僅現貨買 期貨的多單 今天一口氣增加了3681口 是近期當中 比較罕見看到 當天買超的幅度 比較大一點點 目前多單水位又回到了 一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張 等於說今天現貨的買超金額 以及期貨的買超金額 都差不多 期限選 總共買了兩百六十七億 也是近期以來 看到相對比較大的金額 觀眾老師 怎麼看待 國安基金走了之後 外資對於台股的心態 我覺得國安基金 他就是任務完成 那這個地方 整個市場還是往上 因為外資 他不會看國安基金 他看這個新台幣 新台幣持續是往上 他也不用看台積電的法術會 為什麼 因為最近的金融股 非常是有佔指數 他取代電子股 取代台積電 去做往上走向 所以我認為呢 整個大盤指數 應該就是一個震盪往上 也不太容易像去年十一月 這樣子直接往上拉 但我認為是一個 慢慢去做往上 克服一萬六的賣壓 我覺得是核心 OK 好 外資不看國安基金 外資不看台積電法術會 外資看台幣 的確最近台幣 蠢蠢欲動 因為美元創下了 一年以來的低點了 那外資 錢慢慢的進來 買什麼呢 博基老師 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先看到外資 今天買超前十名 哇 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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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都是金控 風向是不是有點變了 OK 外資風向變了 等一下來看到外資最近 怎麼個變法 除了金控之外 來 長榮 長榮含韻在今天 召開了法術會 很有趣 今天的法術會當中 他們做了一個打油詩 打油詩是這麼寫的 烏二戰士一年 於全球景氣限低迷 無奈等待戰火席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停戰 咬牙挺住冷風席 看起來 極度比較悲觀嗎 蠻悲觀的 不過 這個 你看他們在講什麼 無奈等待戰火席 這是操支在別人的 咬牙挺住 阿能不能挺住 不知道喔 長榮挺得住 萬海挺得住嗎 陽明挺得住嗎 不知道 可是他有講 第一季上半年的事況 看起來比較疲弱 對不對 預料第三季 旺季有望復蘇 你再配合今天的這個 上海的這個集中相指數 兩年以來 單州漲幅最大 沒錯啊 那表示一件事嘛 現在已經開始在反應什麼 第三季的旺季了 好 那我問喔 來 來給個K線 長榮其實配得不錯 已經開始陸續的反應第三季了 但是 無奈等待戰火席 你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戰爭會停戰 今天已經來到這裡了 最近外資不錯喔 慢慢買有延續性喔 但即將碰到前波高點 一百七九點五塊錢 接下來長榮海運的股價 可能會怎麼走 第一個 他碰到這裡會蠻吃力的 對 賣壓會大 對 為什麼因為對他來講 後面的這個運價 到底能長多久 能走多遠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說真的大家都猜不到 所以當股價來到這個高點的時候 你要記得手上有的要賣一趟 賣多賣少 你就是要賣 再來以時間點來看的話 剛才這個豬華有講到嘛 配得多 對不對 現在報價又漲 所以呢 短線來講 股價我覺得會強 可是 當第一季的這個季報 有沒有可能 不好 五月初要公佈了 對有沒有可能不好嗎 因為你看 先前萬海 第四季都賠錢了對不對 所以 在這裡來講 第一季到底會賠 還是賺的少 還是多賺一點 不知道 所以季報出來的前後 可能股價它就會比較 稍微震盪 可是我覺得如果反應完季報 不會跌的話 你就要注意 後面就有機會再走一波 除全息錢的行情 除全息錢的行情 OK 好 這是長榮 外資今天買長榮 買了很多的金控族群 買華新 買紅海 外資今天賣什麼呢 外資今天賣的 主要在賣聯電 聯電已經連續調節好幾天 漢翔 欸 漲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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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貫穿了今天博尖 今天在整個節目一開始告訴我們 最近外資風向開始變了 老船長現在見風轉舵了 舵怎麼轉呢 開始買進了一些金控族群 開始出脫了一些漲多的族群 接下來我們怎麼跟 好 其實這個跟第一階段 我在跟大家講 廉價回來以後風向有變 是 他是連貫的 那為什麼第二季 我們四月回來之後 大家的這個想法會開始變 第一個很重要 現在市場已經不管你有沒有降息 對不對 你最好不要降 你降息代表什麼 經濟景氣出問題 美國的景氣衰退嘛 所以你看很好像嘛 先前升起升很快 大家期待著 不要升了 趕快降對不對 結果現在停在這裡的時候 降也不是 不降也不是 好 這也沒有關係 接下來 美股的超級財報走 是不是要開跑 對 那你萬一這些科技業出來又不好 是 那是不是對於這個外資來講 他會怕嘛 所以你看漲多的股票 他要不要先買 就要先調節嘛 另外台積電下個禮拜很重要 你看陸晴之就講一個重點嘛 台積電的去化才開始 對不對 陳同學講嘛 他是最後一棒沒有錯 可是當台積電庫存的去化才開始的時候 他會不會影響到其他IC設計股價的表現 其他半導體股價的股價一定會 也就是變成說 當台積電釋出不好的訊息 他會壓抑到其他可能開始復甦的半導體 所以這些買盤 短期之內 有沒有可能全部都進來買電子股 機率就不高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當美國超級財報之後 我們陸續公布季報的時候 大家重視的是法說裡面有講 電子的庫存能不能在第二季 真的順利就降到最低 然後第三季就回來了 路行師說要好幾個季度 所以嘛我就說嘛 為什麼外資這些老船長 在最近的買賣盤 他會轉向 轉到一堆金對不對 然後賣漲多的這個電子股 或是說電子股不漲他在賣嘛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股價漲多就是最大利空 很多個股在第一季漲幅很大 所以我們趕快看 到底這些人轉到什麼方向去比較重要 我們能不能跟 第一個 你看金融股 第一季是人人喊打的 其實從去年十月之後真的很慘 都不太會漲對不對 他反而成為 外資短線強補的標的 補完了沒 我覺得還沒 我們來看 我們看一個國泰金好了 國泰金下面配外資 時間拉長時間拉長 時間再長一點 來你看 外資現在的持股的位置相對 之前到底是高還是低 OK這是去年的四月 就是去年的現在 對啊 外資持股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而且祝華你看 去年四月股價是在哪裡 OK五十多塊錢 對 那時候持股還正好 就一路一直砍了 我們看 最近買最兇是不是 開發金 看開發金 你看開發金也是一樣 從這個高點二十塊 殺到十塊 你看外資的持股 外資買那麼兇 我再猜 搞不好 基於他的紀念品 真的要怎麼幹 因為開發金連續兩年的紀念品 都非常的好 你又記得 你今年對他紀念品 有興趣的 要趕快先買 不然會來不及 OK好 所以金融還沒有補滿 光看那個位階就知道了 所以接下來還有機會 我覺得還有機會 就是你把去年賣掉 回補個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哇那金融股的股價短線 就不容易跌了 對 好 如果又台積電講了不好 我金融股可不可以把指數墊住 是 就可以嘛 好 再來面板 面板也是最近觀察到 外資有買的 面板落底趨勢 看起來算明確 我們我們先來看下一張 看外資買賣超三四月 這樣你會比較清楚 你看喔 外資在三月賣超的 四月買超 你看開發金 三月賣八萬五 四月沒幾天買六萬 有沒有可能四月買超過三月賣的 機會就很大嘛 你看群創 三月賣十一萬張 四月到現在已經買了四萬張 國泰金賣六萬 現在已經買一半超過一半回來 中鋼賣三萬三現在已經買三萬一 華航賣九萬一現在已經買回兩萬八 好再來你看 尤達賣四萬買兩萬 南亞科哇買超過了 買超過了 長榮航也回補了一層了 長榮 長榮這個你看也補了這個大概20%左右了 華新好 所以我們回來剛才那張字卡 面板 你看面板是什麼 落底的趨勢 買報價嘛 對不對 報價回補 這個我們其實好幾個禮拜以前就跟大家講 面板這個我判斷 目前它震但是不會跌 那有機會是外資買盤回來以後 慢慢在往上 我們來看尤達跟群創 你看尤達跟群創 有沒有 這邊震完之後 現在這個走勢反而是下個禮拜 隨時因為外資的回補 它就會挑戰前高啦 看34181的群創 也是一樣啊 雖然這裡稍微有賣壓 可是看起來法人有在回補 不然我們看什麼 看3034的聯勇 對不對 這個驅動IC 人家是什麼 股價在創新高耶 所以回到字卡 面板 就是落底趨勢 再來 航空雙雄最近在買就是 你看嘛 春假這個時候大家也出去玩 再來是什麼 暑假 對 暑假完又是10月要幹嘛 看楓葉 哇再來又要飛去這個跨年了 所以航空雙雄 它有買 但是我剛有跟大家講嘛 我覺得今年你要把眼光放在哪裡 放在那兩個新的 新的部隊上面 那華航跟長榮航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華航在這裡喔 短線我覺得會挑戰年限 就是說因為現在觀光的資金都有湧入嘛 看長榮航 也是一樣嘛 這邊正在那玩 但是你到年限的位置 不要追 因為你把時間拉長喔 我們以長榮為例 你看年限的位置剛好是什麼 前面 對前面的頸線 就是前面套勞賣壓會大 除非他們繳出來的第一季的季報 跟整個第二季之後的營收 都是比市場預期還要好 那就有機會突破 不然他就到這裡就會下來 如果可以的話 給我看一下虎航的日線 是 我們看得到虎航嗎 新貴的虎航可以喔 OK 好 把時間拉長喔 你看虎航的走勢 虎航是這一波跟著星雨上來到49對不對 然後你看最近人家震盪整理的這個姿態 很強喔 很強 對不對 好 那只是說我要提醒大家 新貴的股票它沒有漲跌幅 沒有漲跌幅 那我不是說要叫大家一定要買這個 而是說我們要來觀察 你從這些旅行社大漲之後 然後到這兩家新的航空公司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 長榮跟華航的這個包袱對不對 所以今年對他們來講 如果股價可以隨著這些旅行社 跟飯店往上走 那就代表什麼 這個觀光的人潮跟動能 是非常明確在復甦的 OK 好 所以兩家航空公司海運呢 好 海運就是什麼 剛才他雖然很悲觀的 做了那首打油師對不對 可是人家有跟你講 第三季 我有可能因為忘記 運價出現轉折 確實這兩個禮拜已經轉折 那現在運價轉折之後 還有一個高值利率來做護體 所以你剛剛講的第一個 先小心財報 如果財報出來不好 但是股價跌幅沒有太大的話 就值得期待除旋息之前的行情了 對 沒有錯 海運其實它就是說 它是受死的駱駝逼馬大 為什麼 因為過去賺太多了嘛 那所以現在雖然運價 是谷底上來 大家會覺得可能看起來沒什麼 但我說真的 你這個高值利率還沒有儲之前 對某些人這樣吸引力都很大 再來喔 傳產的龍頭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中鋼啊 滑信這些對不對 傳產的龍頭 其實在這一波 它也沒什麼表現到 來看一下中鋼喔 哎呦真的 你看中鋼 超磨人的 時間拉長一點 中鋼好歹那個報價 最近也都有漲 雖然可能第二季稍微會持平 但是以目前來看 它的這個股價的基期 還有底部的形態 人家也相對低嘛 輪得到它漲嗎 接下來 也輪得到 但是我很怕是說 你不要漲一天的中長 那個就漲完那一天 大概你就要等二三十天了 能夠的話 我們時間短一點喔 如果可以的話 要像這樣慢慢漲 OK 要慢慢拉 慢慢拉慢慢拉 電到什麼 電到儲存期之前 OK 第二季我判斷 就是說如果台積電的法說 講出來確實沒有 如大預期那麼好 資金就會雨露均撞 跑到這個金融跟傳產裡面 來看到滑芯 滑芯機會 你看滑芯也是嘛 拉回來季線這裡 正讓人家前陣子 捏架也不好嘛 這是好 可是這裡 外資又開始在回補了嘛 好 所以我覺得就大的角度看 我們回到這個字卡 剛才這些你有沒有發現 除了面板以外 怎麼好像都沒有電 這就是我講 外資短線的資金有在轉向 這是我們要觀察的 這是外資 來看看投信 投信私域的換股邏輯是什麼 投信喔 這個你看了一眼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他們買賣的狀況 好再回來看那一張 第一個 軍工 軍工對不對 漢翔 三月賣一千二十多買 然後再來 買一千 立即是WiFi六的相關的零組件 你看賣了一千五四月買了八百 再來雲品 好這個觀光嘛 賣了一千五買了六百多好 這個是LED的旺系賣了一千八買了五百二 四星 四星KYAI的賣了一千一買了兩百九好 看完你有沒有一個感覺 投信好像比較雜對不對 可是投信在做的也都是趨勢喔 我們剛剛來看投信到底買賣了什麼 第一個航泰 好航泰喔你就是撇開漢翔不要講 我們講航泰軍工其實這一塊 他輪來輪去 是不是從年初到現在都沒有變 好那這一種長期成長股啊 唯一壞的地方在哪裡 就壞在短線量太大 你短線只要量大籌碼是不是就亂 就過熱了 你籌碼亂過熱 你再怎麼好的股票 你就是要休息嘛 所以他休息 但有機會再供 他會供 但是你就是不能讓他爆量 你想嘛 以前的這個航海王對不對 是一路量很大 就玩壞了 那就玩壞掉了 你希望漢翔這樣嗎 如果你希望OK 那你就下禮拜繼續滾 滾完一波到頂 然後大家一起從山頂滾下來 對 所以航泰需要適時的降溫 是好事 對是好事 手機耶 我有一點信心不足 大力光對不對 對啊 大力光雖然這樣子講 但是今天有沒有破底 對 我問一下大力光 今天雖然跌幅超過了4% 碳錢低 大家今天兩千塊有手喔 所以跌完了沒 好你看喔 這裡一根大量對不對 對 這裡也一根大量對不對 對 這兩根大量非常的關鍵 是 這兩根大量到底是進貨量 還是出貨量 還是出貨量 我現在也沒辦法完全的回答你 看下禮拜一 看下禮拜 沒有 下禮拜整個禮拜都很關鍵 第一個 如果今天是出貨量 對 那下禮拜一毫無懸念 它會直接開空往下跌 就是 跳空開低往下就跌了 如果 今天 不是出貨量 下禮拜 開高的機率就很大 再來你看上次 出完大量以後 就上去了 三天就把這個大量高點過了 所以很重要 今天的高點 三到五天內能夠站上 哇那大力光會完成什麼 時間拉長喔 第二隻腳 對 它會完成第二隻腳 而且是兩次都是利用大量的利空來做進貨 那 今年大概利空就反應完了 後面應該沒有更差的 漂亮喔 那我們回來看到 那整個手機跟網通族群 好 所以 手機跟網通下半年有沒有機會有轉機 我 我判斷是有 但是因為 除了大力光之外 我們 我們看一檔股票 六七三二 身家電 為什麼我說要看這一檔 這一檔也是手機的感測器 沒有理由 大力光在那裡利空往下崩 他在這裡創新高 這個是 兩個邏輯是對不上來的 一定有一個有錯嘛 我不知道是大力光錯 還是他錯 但是 我們不要只看三家電 我們看 文貌 看全新 來看這個文貌跟全新的圖 文貌的位置在這裡 看二四五五全新 全新的位置在 全新的位置在這裡 這跟大力光有像嗎 喔 OK 好 所以我覺得綜合這些來看 我跟那個營收整個的變化來講 下半年還是有機會看轉機 這個也不用太悲觀 再來光光不用我說 你看那個熊獅 那個 一到三月那個營收那個年徵服真的是嚇死人了 那個都已經可以做到十億 十億以上去了 好 所以 這也難怪我講嘛 我說光光今年你就是看整年 但是你不要短線見漲追漲 你應該是趁他壓回來的時候買 像上次有個禮拜我們不是講到什麼雲頻啊 對不對 什麼寒色這種量很少 我們來看一下股價 看寒色好了 你看寒色喔 寒色在這一波 短線上的股價是什麼 它是橫著震盪 來看一下 好 你看喔 寒色在最近有沒有 震盪拉回來 來這個導播我把有不要移到這裡 看一下量喔 這個量要讓大家看一下喔 對 你看這個量幾張 386 好再往後一點喔 對再往後一點 這裡 還有一天200多張 200多張對不對 我是有講過 如果量很縮的時候 你這邊你不能買太多 但是你就大的趨勢看 人家就沒有問題嘛 你不要講寒色 看雲品 雲品目前的股價也是一樣啊 它也是 欸 震盪完再往上走 好 所以光光沒有問題 不追高 記憶體這個也講過了 報價股底翻養 最後看到一個AI 我覺得AI應該也是今年電子股的長線 是 AI你不要在乎說台積電 他跟你講說 欸我什麼第二季有利空 AI目前看起來是 大家很明確 在整個這個 半導體產業裡面 未來的這個需求是最強的嘛 所以 AI的這一個區塊 你就要觀察 矽智財 矽智財 對 包含像什麼 試鑫啦 創意啦 力旺這一種 好 那這個區塊 除了矽智財之外 最重要的像散熱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嘛 你包含像建策啊 雙虹 還有這個 麒虹這個區塊 我覺得都是可以來觀察 太好了 謝謝柏傑老師 請回座了 所以 4月份變數很大 但是 機會很多 外資 開始在換股操作了 投信 也在換股操作了 舊主流 會不會有新面孔 有機會 但是舊主流 不會缺席 這些題材 還有剛剛 柏傑老師提供的一些個股題材 給你做參考了 休息一下 喝一口水 接下來 蘇利是要開講了 第一個例子 要告訴您 到底用保單來進行傳承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請問 請問 請問